歡迎來到第二節的《講萬咬謝幫》 我們講完新書,我們不是貪身忘舊的人,所以我們會講一些舊書 也不是很舊的 我們不會不記得去到少一些舊書 我是一個會記得老婆結婚周年的人,也會記得自己花躁幾歲的人 你還未結婚,你還未結婚,你真是妄想 即是說謊話,分明就是 不是妄想,他很信友 他只是開空投資票 我們講一些現有的書,即是正在推出的書 講什麼書 講石黑龍 就講石黑龍 因為我之前沒有講 我之前經過施迪的委託之後 我就很極速地看了這本書 你就是想本書未完就已經終結了這本書 我只有一個結論 本書未完,但我終於有一個結論 因為我以前看李宗興的書 我看了黃鋒來轉第一輯 熬完第一輯之後就沒有堅持下去了 那你這次看了多少期? 這次看了五、六期左右 不知道是二十九期 就是石黑龍轉二 對,就是我按照柯打做事 我看完之後,我又發覺 我之前為什麼沒有跟著 因為李宗興的書 我覺得在邏輯上我永遠都跟不上他的哲學 所以他超前很多 對,超前太多 後來我終於發現了 其實我有一種閱讀的方法 就是看了基奇書 這本是動作漫畫 所以我就用一種看愛情動作片的方法去看 即是怎樣? 你將石黑龍和黃鋒來幻想是蒼井空那些? 即是他跟愛情動作片一樣 幻想他沒有穿衣服 你不需要他知道之前是做什麼 總之他在某一個時刻 就會有某一個場合 可能是一個房間 可能是一個森林 或者是一個球場 然後自然有一堆人就會聚集了 就會有些動作發生 對,就會演出一些動作 動作也很好看的 總之你跟著他每一個time stop去到 你講了,我覺得很接受到 這樣隨時都可以入場 對,你看外情動作片 一張照片就看到少了 對,你可以 你可以fast forward也行 你回頭看也行 看到現在呢 其實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最初在天智峰上 石黑龍是會出現的 即是我 對,看到現在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現 他有說過 他說 沒有啊 沒有事要做 阿世伯上來 我就上去探望 對,他是拜年 他是說有人要找人 但一直都沒有說他要找哪個人 但他就說 我是來韓國 是要找一個人 即是剛好來旅遊 因為川智峰是迪士尼 他來到就上去看一看 對,那裡已經看不明白 接著 然後就轉頭一幕 就說過女總統 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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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麼 對,有王虎海 還有很多人 那些人又不知道為什麼在那裡 鋪恩衛 跟那些男丘丘一樣 你不需要知道 他為什麼會有氣分 總之 他在一間 鋪肢言 什麼位啊,想到我啊,我還剛剛看完韓片,整堆韓國名字 然後還要出蔡林,如果你要解謎團就閱讀不了,但如果你覺得它是愛情動作片 不用解讀 用四仔的心態去看黃蜂來轉就沒問題 石黑龍轉 我那個觀感就會出來了 因為你看完對白文字的解釋,解釋為什麼石黑龍會來,你都是看不明白 等於你看愛情動作片,對白是不需要的 只是想聽一些形星字 老實有沒有出名好看的,都是這本 為什麼無緣無故會有黑人呢 你這樣跟不同意嗎,韋紅就這樣說 你們認為呢 呃...都...是的,其實 如果你用這種心態,其實看任何部片都可以好看的 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變成純粹只是看他怎樣打 但就不需要看他為什麼打 就是這樣 原來是崔真弦,不好意思 網友提醒了,不是朴自然 是崔真弦 因為他有一些鏡頭是真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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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例如前一期,就是無緣無故 原本... 黃蜂淚是... 弄一隻螳螂出來跟他練功的 然後就說,嗯... 中了好像東方真龍那個... 還是誰呢 中了東西,然後就黏在碌柱裡 不是那個... 地魔 地魔不知怎麽用東西打下去 就好像被AA膠黏中了 然後他又要找那隻東西去幫他解鎖 就是幫他甩出來 但他又要踢爛那隻東西 不是,他很奇怪 那段話是說成這樣 他是那一期的尾 他被人打到那隻直升機 還是那一台牆 突然間... 為什麼有隻螳螂來搞黃蜂淚呢 原來不是黃蜂淚呢 不知怎麽特地逼一隻螳螂出來幫自己解鎖 但是... 正如偉雄所說 我們看這麽久都不明白 為什麽你逼一隻螳螂出來幫自己解鎖 因為他黏在碌柱裡 然後逼一隻螳螂出來 然後就... 他用一些... 好像黃少虎那隻龍捲蜂那樣 就... 用一個騰騰圈這樣 踢碎了螳螂 其實這幾個... 這幾個體位很好看 但是... 但是... 連接就不知他在做什麽 一隻隻字都明白的系列 但是... 連接就不知想發生什麽事 我想... 李宗興他有個問題是... 例如我們看龍捲門 都是膠膠的 但是他就不會... 試圖去解釋那件事 是為什麽會這樣 但是李宗興呢 就會很努力地去解釋 我呢... 是有原因的 那隻堂出來呢 就是為了解鎖 那為什麽解鎖呢 就是... 弄個龍捲風出來 踢散他 是不是很合理呢 他是會... 嘗試去... 這樣做的 但是當然是會令到這件事交上交上交 這樣就... 這個情況其實石狼轉已經有了 即是... 上帝和那十幾粒晶石 和天蠍之間的關係 其實我到現在 我看完都不知怎麽解的 呃... 你不是真的想聽我 我叫人莫子什麽事的 你可以說一下 天蠍是上帝的兒子 那上帝呢 就打算逼那十幾粒晶石出來 就是... 移魂大發 這樣就把自己的靈魂移去底的人身上 這個我知道啦 但是... 和天蠍要找那十幾粒晶石有什麽關係 不知道那時候 好像找到有勁點的喔 對呀 不知道合在一起 有什麽力量合一那些東西 但是當然 你要我真的... 那麽複雜的 那麽... 但是你找到... 你... 和天蠍是知道上帝那些東西的嘛 他忘記了 他失了癒的嘛 但是當然 你真的要問到我這麽仔細去解釋你 中心的東西我是無能為力的 因為我都不是很認真地去看那本書 就是認真才衰的嘛 因為我們今期呢 他就... 突然間... 突然間有出到這個暗黑冰火的 哦... 是說的是三十五期? 敗地魔... 已經是新的 最新的呢 對呀 今天出的而已 敗地魔禽真龍 他呢... 就之前那幾期呢 都在說的是... 他是... 他是... 黃蜂雷 你說的是... 黃蜂雷 對呀... 他想出就出不了暗黑冰火 然後呢... 他今期就告訴你 其實呢... 他是... 特地自己封印了 對呀... 因為要練第七重天呢 就要封印頭六重天 對呀... 即...原來前面那幾期是騙我 即... 即...隨時都解得所的 不是... 他... 即... 他最初告訴我 其實呢... 之前那幾期 黃蜂雷是出不了的 然後呢... 等等... 等等... 你... 又愛情不動作片又出不了的 你想怎樣 然後他現在又告訴我 其實呢... 黃蜂雷呢... 就說... 我不是... 我不是出不了的 不過我不想出的 我忍著 其實呢... 這些東西呢 李宗興又是抄回來的 抄哪裡呢... 胡忍 即... 即... 還可以我用幾分鐘解釋一下什麼事啦 如果有看過胡忍的朋友呢 都記得大蛇院的手是 不知怎樣被人割了靈魂 即...出來 他的手有一段時間動不住的 好呀... 不要看著我呀... 我已經沒看這套東西 有段時間動不住的嘛 那... 不知他又搞了很多年 又說又受傷又發脾 又這樣那樣這樣 那... 那現在... 在最新的那一回 的胡忍呢... 即是火影忍者呢 終於發現了 原來他是可以解除過術的 請問他頭過幾十期在做什麼? 未必是抄襲,可能是所見略同 男人都是這樣,明明出不來 我還未出 你這些男人是這樣,我這些男人未必是這樣 我代入你中興的角度去想 你又說觸摸不到你,現在又代入你中興 用愛情動作片的方法觸摸到 臭小子達人 AV偉紅 今期黃昏雷是被迫的 原來修煉暗黑冰火七重天 第七重天要先封鎖守六重天 否則難以成功,其實也有機會成功 但為了對付地魔,風雷要被迫破風 一來之前要努力化為烏有 如果要再次修煉,第七重天就要重新離歌 感覺上像是為了,因為他想要努力化 但又好像是違反了之前,定下來的東西 那不要緊,我又定了新的規矩出來 去解釋這件事 一層疊一層好像危流那樣 我反而覺得,你這樣說,地魔其實太厲害了 你現在是說石黑龍加黃蜂雷都不夠他打 而且之前金聖路也搞不定 原來一個練了大半世功的人,一個改造人就搞定了 因為地魔是練冰火七重天的,他還未有暗黑的 是冰火七重天愛天 他出生招都是冰火七重天愛天 他是雙核心的 原來他是裝了兩個CPU,難怪之 但其實還未說得很清楚這套武功是什麼 但就只知道他跟冰火七重天愛天有關係 而地魔是什麼來歷呢? 就只知道他是北太極的人 是不是哈利波特來的? 他原本跟黃海膠是天地人三魔 原本是他的師兄弟 他原本跟黃海膠是被困到一個秘笈 然後做了那個管主 斜捲到場 其實他應該還有另一個天魔 但還未說 是賣去北韓 北韓剛好去做一些實驗人形 結果改造他就變成了這樣的樣子 其實如果這樣說 又真的聽到幾令人想思書 之前那個地魔出來的時候 哇這個人是不是黃海膠來的? 又有他的氣勢 原來其實是他的師兄弟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呢? 之前好像說到 不知道怎麼黃海膠翻生 原來是黃海膠的師兄弟回來 但樣子又好像跟他搞成像 那樣子 師兄弟為什麼樣子都會像呢? 夫妻相關的 有師兄弟我不知道 大哥 你搞清楚 他現在發生的這件事的地方 是韓國來的 你明白嗎? 金什麼銀 金...我忘了 金靈銀 金...那個叫什麼 金將軍 金將軍就好像是爺 那又不一定要發生 人家有血緣關係 那又不一定發生在韓國的 但他小時候不像 發生在韓國的 我們祖國都經常是 你現在分不分到林鋒 劉海威和王曉明那樣有什麼分別 我分不了 我看他講什麼話 他講普通話的就是王曉明 變成槍 千龍都弄得好像... 十四個四個八年星上 《靠方無敵》 舊主那錘方無敵 sold都是騙舊理系列 但現在他是說,都是故隆懸虛一輪,其實是沒有事的 嗯,就是這樣,你插完沒有? 插完下一本? 插完就,nexy,nexy,接力,接力,接力 何勇來的,這個姚王小虎 是不是講下一本? 時間無多,風神 風神,我不太記得上次我們講到去哪裏 但是我若莫都... 講到姜子牙出場 就開始跟阿九在爭辯 就說,我的八教好好的 如果你的行動是跟八教的理念相違背的話 我都一樣是會跟你與你為敵 就好像是打起來了 然後就因為當時周天子 因為其實姜子牙跟了周朝的事節 他都傳了消息 就是說,現在周朝立國要開個什麼大會 你們這些中原人,你們快點來應祖歸宗 於是阿九就... 亦都帶出了另一個勢力 就是原來那個幻島一直住了一群人 那些叫做... 溝... 是不是那個渠爺那個 烈渠之民好像是 烈渠之民好像是 烈渠之民 那群烈渠之民呢 就...當然啦 他們那些練習術很厲害 但他們也都... 他們的樣子是人 但是... 說到他們應該又不是人 即是還未很清楚交代 一定有些像... 好像周朝奇妙冒險的第二部裏面 那些處男 對 就是他... 那些處行不像人 四大處男 不像的 大家聽到啦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處男 是啊 做人的資格都沒有 是啊 大家快點抱歉 他們的思想是有些不同些的 即是同年魔法師 那些... 對 其實那裡有點像... 你那些外星人片 即是... 他們... 其實後來說 其實他們的島開始的生態是... 崩潰的 他沒有說得很清楚的 但是說 為什麼他們突然走出來是... 即是他們生死有關的事啦 那... 他們第二個走出來 這麼順利的原因 就是突然間那些神族 撤走了 那... 人的心靈就很空虛 即是你知道 我經常都覺得 是一些心靈很脆弱的人 才信教的 那些人需要找一些精神寄託 那就走了個白教出來啦 那些白教呢 就... 勾結了啊 即是除了薑紫牙之外 就勾結了啊 食屎王子啊 技... 技巧 是啊 技巧 那... 我覺得是暫時 我覺得這一部描寫 是一個挺有趣的人啦 是一個極度陰濕的人啦 他... 除了善了他父母啊 機法... 機槍... 是機法之外呢 就屈了他 吞了那顆... 那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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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力了走回來就... 那貼去好了 那其他人還沒了 那另一들的阿義父啊 即是之前那個... 放毒的神族 灰木 blowing 灰木大臣呢 又被困住了 但被enkoぜ自己有大方大依的 但玉子又被困住了 困住了呀 吸氣很臭啊 真想殺他 不是鬼目嗎? 是鬼目 但是他有些用的 總有利用的 是一個把身邊任何東西利用到極的人 是一個很有趣的角色 之後就說到阿九帶著他去巴銀號 好蕩蕩去了風都 其實風都是不是鬼城? 是呀地府 中國古代通常通稱地府就是風都 去到風都就搞過大會 他們去到就發覺有點不對勁 各個人為什麼不吃飯不喝水 但是可以每次做事精神盡益 各個不是變成卵養 變成卵養 他們之後就開過大會 有段我覺得很有趣 亦都我想是和仔對現實那種反風 就是走一條八婆出來 樣子有點像元秋 就走出來指著 說清楚一點 元秋不是這個樣子的 對不起 我說他那種說話的態度 還有 是立法會那個 不是功夫那個 指著阿九就說 我聽說你是雙朝的後裔 就是就王的兒子 然後阿九說 那你為什麼不認祖歸宗 不停地罵 不停地罵 那阿九做了一件很大法人心的事 就是一拳打下去 還要不止打一拳打兩拳 我想很多看這本書的讀者 都在想 如果這兩拳打惡法會的元秋道實在太好了 但是 來到這個時候阿九就 就 是不是跟阿九 跟阿九說 不是 是這樣的 阿基巧想派上身之倫 派了給在場的所有人 就是派堂 那阿九就 你給我 當然阿基巧很驚訝 為什麼你會要的呢 那阿九就跟阿姜子亞說 好像是這樣的 我相信你是我的朋友 你這樣做是一定有你的苦衷 就是這樣 他的意思就是 他知道這顆 其實他很清楚這顆東西 是很嚴重的 既然是這樣 要死就一起死 我都知道你會入了邪道 那我就跟你一起死 其實那一幕都蠻感動的 是啊 那因為阿九做完這件事之後 阿姜子亞就馬上爆大禍 就跟蒙熊大師一樣 我原來 姜子亞就是蒙熊大師 就說 喂大家不要拍那顆東西 拍完之後 那顆東西會變成別人的食物 這樣 但是因為他爆這件事出來 那他那位師傅 即是六位專者 即是專者 就立刻 就說 那既然你選擇穿做人 不好意思 就跟蒙熊大師一樣跟你說 他就好像其他人一樣 那顆 那顆是不是長生之中 會爆一些樹根出來 還是會變成一棵樹 其實他就好像你以前看 湯哥老師那圖強電世界 那樣 即是 他就會把你的人 變成一種 適合他們進食的植物 就變成一棵樹 這樣就爆一棵樹出來 對啦 那我看到這裏 我想說不是吧 姜志亞這麼快就死了 剛剛出來 因為他做到整件事 都是他會死的 那當然啦 我又是奶和仔 因為 在最新的期間 你又是奶和仔 我是奶和仔 我不是奶和仔 我不是 我很少像韋雄 對那些成人動作片 這麼有研究 我很少用這些用詞 但我覺得最後一段 令我想起魔法少女小園 即是有顆卵 然後又是把魔法少女變成 即是他們是 那些QB 是要食用他們 是consume 了他們的能量 那種感覺 我覺得有點像 對啦 然後第二期竟然說 因為姜志亞有種很強烈的意志力 被阿狗緩醒了 所以他沒事啦 那我看到這裏是覺得 你怎麼了 即是很流 即是他的解決方法 那其實 因為 那我就預料他死了 即是首先大家 那你不死 都不要緊 那你可不可以給少少 即是Creative一點的 解決方法呢 而不是有意志力 那沒事這樣 那你想我給你什麼反應呢 即是很難去咯 是不是所有其他人 即是整個封都的人 用這些意志力 就可以解散這些卵 即是我會想到 是有這個 他自己製造了這個陷阱 不過故事發展到這裏 就說 那個 姜志亞的師傅 即是那位專者 就把 那個封都 就 不知怎樣 好像鋼之煉金術師 將他幻化 即是重組成事 形成了第二個世界 這樣 現在說到 應該就說 他們不是想打的 總之他們要想辦法 走出這個地方 因為在這裏他們一定贏不到 彎專者 這樣 但為什麼他一組不敢做呢 即是 未了百了 要不慢慢 進 那些卵 呃 他們應該是這樣的 他們叫技巧 首先把那些居民 中了論 跟著叫更加多人來 更加多人來 我想他們的練成 是要一定 就是 越多人越好 那你就叫最多人的時候 來練成 還有 有個好處的 就是 你叫了 那班都是領導層來的 那些什麼女兒國 什麼什麼之國 那些人來了 你可以一次過查完他們 那你們就是全世界 最有權力的人 你可以這樣說的 不過 不過去到那段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種 對現實的投射 機巧真是 很有CY的風範 即是 當見到全世界那裡 那些居民 好像包哈薩 那些薯筋爆出來 在那裏練成其他人 其中有位 不知那個什麼族長 走去問 喂 真的沒事的 跟機巧說 喂沒事的 放心你相信我吧 沒事我怎麼會害你呢 不是喔 現在天崩地裂 怎麼看都有事有事 沒事的 放心 沒事的 真的很有示威的風範 我看到這裏 不是 他說什麼也沒有說 什麼會有事的說法 沒有說什麼會有事的說法 真的 很棒 很緊貼事事 不過我其實 都 我想到一個幾期課仔 我覺得 法教真的 形容得不錯 去作為一個 宗教 邪教 不是邪教 我覺得任何宗教 都是這樣開始 在我心目中 即是派米開始 派米啊 然後跟你說 會長生不老的 會怎樣怎樣的 這些 就是土宗教 我覺得是 這隻 雙養水教才是這樣的 每個教都是這樣 開始進行 那些教 上了位 發作難品 就說自己不是這樣做善事 每個教都是自然的 開始的時候 其實 你可以說 一定是施恩開始 施恩之後 有什麼陰謀呢 或者有什麼再進一步的事情 每個教都不同 那為什麼你覺得 八教是特別好呢 正 八教特別好 他 過癮 開心 即是有顆 長生物 還有顆蛋可以玩 真的一次過滿足了我三個願望 還不開心嗎 就是這樣 他又說 有什麼分享 關懷 又派米 因為我 看近幾年 廣漫 很少描寫到 宗教描寫得這麼好 因為他真的很現實 即是 例如 以前的平民百姓 都只是想 有精神有些寄託 喂 他好像講到 長生不老幾好 又派米 幾個人 對 我覺得 那種描寫 那種描寫 嗯 你們那些紀錡怎麼樣 阿施敵 我反而想 我回來那些紀錡沒什麼心思看 我反而想問一下你們 石黑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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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風雷 他又是 解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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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回暗黑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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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異能 然後突然封神幾 又是說 姜子牙 又是 搞到好像快要死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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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突然說 我用二次就搞得定了 這樣 兩隻 兩個都似乎有些馬後炮 都是那些 國際的威能 然後就搞定了 這樣 都是大契那隻 這裏不是法庭 我說是就是 那一隻 那你們覺得 兩者怎麼比較呢 其實 第一方面 就是看那個故事的整體 似乎都不是李宗興的專利 你剛才這樣說一下 李宗興是 是愛情動作片 那類型的動作漫畫 但是我想說 就是我的體驗 因為這兩輯都是 根據私敵 大家很快地看 原來他這樣聽你說話 叫你吃飯 叫你吃飯 直落那些 我現在很害怕 我這個死角位 你知道嗎 兩個看過最大的 我覺得最大的體驗 就是 封臣自己的衣服 我是一後戲看完 就是一期追一期看完 即是 也覺得是吸引的 是的 覺得會想看後面的東西 即使他中間有些東西 是有問題的 但《石黑龍傳》 我記得我看了 第一期 即是二十九期 看了大半期之後 我就開始outcheck了 不知道在看Facebook 砌模型 砌模型 砌高達 因為我想 石黑龍 他 首先多詞 OK 我當我 很認真去砌那些詞 但他那些詞 又是那些 不知道有沒有意思的詞 所以這個是我第二個想說的 就是 李宗興那些是語言藝術 即他是想著你會相信 但是 《風神記》是很單純的 他就覺得 根據他自己本身的故事邏輯 是可以 用一些情感 是可以解決到一些問題 即是用意志 雖然這個你覺得很不可能 但他不會很欺騙你 即是你看完一大段字 很穩定 就會相信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分別 但是 其實 我覺得現在 《風神記》也有少少亂 他的故事 我不 他不知道走向哪個方向 似乎 似乎是走向周朝那邊 即是第三輯來計 但是 但是 其實他們最終都是要向神族反撲的 即是 你要感覺 其實如果第二輯 第二輯就是打神族倒 反而 倒獄一些 即是跟阿九的明白 阿九最終是要把神族反轉 基本上 即是 大家看第一輯的時候 你都知道 是他的殺父仇人 那你要報到這個仇 基本上 就一定要把神族 至少是把神族的地位拉下來 以後 就是人 人神平等 這樣才算是 即是 完成了他的使命 甚至第二輯 加入了《逆天而行》之後 其實 應該是加強了他這方面的使命 而且更加進一步確認了他 一定是跟神族 對抗那種 那種 那個角色 但是現在就走去 走去 走去 搞阿周天子 搞阿周潮 似乎是 又有少少拖的感覺 因為 會變成失招 我看《風神紀三》開始 那幾期 我會覺得 周潮是沒有能力搞阿九那班 因為你想想阿九那班 全部不是名族善士 有十二 即是那些什麼十二大將 他們那班名族人是 很厲害的 你想想想 周潮都可以有勁人 周潮 但問題 就是 周潮他勁是因為神族支持他 現在說了神族撤走了 所以 我一直都不覺得 我期望的是 周潮會用人類的陰謀詭計去 分化 因為神族 那班人 而不是 我又找了那班厲害人出來 又跟你打架厲害的 這樣有少少 即是我自己的期望落差 我會這樣說 因為神族 因為 現在就變成阿九 又是神族被陰之下的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名族性 阿 周潮又是神族被陰的下一個 的王朝 但是 只不過他近期 近期 就被阿九 打了一鑊 又有優養生息 藏起來了 那兩個都是 在神族的 語役之下 的 避陰的勢力 你現在 即是 你打周潮 是沒有意思 那個感覺是 跟 即是 因為你第二輯 基本上你已經是 入對神族核心 你神眼 那些聖王 才是 他最首要 要對付的對象 其實我覺得 已經是 相關檢查了兩次 即是 我第二輯就沒有什麼 怎麼看的 第二輯 以我所知的感覺 就是 就正如你們之前所說 本來的架構就是阿天 跟著就是 心月葵 然後你堆倒了 這些兜油 那 估計應該結束 但突然間裡面又有東西 跟著又有名族 所以已經 相關檢查了一次 也是 出奇彈來的 對呀 我覺得名族是相關檢查了 對呀 但是 很幸運的 我覺得是 例如我最初看第三輯 我覺得 我之前不知道第二輯的故事 我都會看得明白他的東西 其實第二輯 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 他們打了名族 打了神道一槍 就是這樣 那就不會像愛情動作片 而 但是他又 相關檢查了 即是有些劇情 對呀 但他又 其實已經相關檢查了第二次 就是他突然間 原來幻島裡面有人 就是 有一批人 那他突然間會多了另一個世界 越來越多勢力 感覺是 越來越多勢力 那 對呀 時間真的差不多了 今天又遲開波 又講得長的時候 其實已經 其實 在我們 很開心的期間 已經到達了十點半了 講完 我借波就來到這裡為止 請大家繼續收聽這個動漫廢物 好 拜拜